1958年 苏联抢了一枚B型响尾射导弹 1961年 号称苏联自行研制的K13空空导弹 横空问世 苏联人民抬头一看 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就问苏联专家 这不是美军的响尾射吗 咱们的K13呢 苏联专家一听这话急了 胡说 导弹上的字明明是俄文 它怎么能是响尾射呢 苏联人民听后一愣 哭着跑回了家 一边哭还一边喊 妈妈 我的眼睛瞎了 7月16日 普京在接受俄罗斯记者 帕维尔·扎鲁宾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专家将对美制响尾射导弹 以及俄军所缴获的其他西方武器 采用逆向工程 所谓逆向工程 说好听点是研究和借鉴 说不好听的那就是抄袭了 近距离研究美制武器 一直以来都是许多国家的梦想 在战场上捡美军没爆炸的炮弹 运回国后把零件拆开照着做一遍 自主创新的武器就来了 从普京接受采访的这段话里 我们可以捕捉到两个信息 一是他们在战场缴获了很多武器 有炫耀的成分 二就是告诉全世界 后苏联又要开抄了 上个节目我们介绍了战机 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 本期我们来重点介绍一下美空军战机的獠牙 响尾蛇空空导弹 AIM-9A是响尾蛇的最初版本 设计灵感来源于美国加州的沙漠响尾蛇 这种蛇除了有剧毒之外 还能依靠自身的红外线感觉器官 搜捕和锁定猎物 响尾蛇导弹由此得名 最初AIM-9A只有红外制导加火箭推进 这两个技术的简单结合 从外观上看 就像是一根顶大号火柴 加了两组狮子翼 技术含量确实普普通通 1952年8月21日 F3D-1空中骑士战机 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响尾蛇 让人没想到的是 导弹虽然锁定了向无人把劲的红外线 但是在飞行的过程中 却被自身尾焰在大气层中的反射干扰了 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 导弹尾部喷出的火焰也是热源 一前一后都有目标 导弹到底要锁定谁呢 最终实验宣告失败 所以严格来说 AIM-9B才是响尾蛇导弹家族故事的开始 AIM-9B导弹 延续了AIM-9A的引导头和推进系统 不同的是 该弹在引导头的红外透镜边缘 将了一层包边 目的是为了防止导弹被尾部的红外线所干扰 类似于狗脖子上的伊丽沙白圈 想回头门都没有 另外 空气动力学的特性调整也使AIM-9B看起来更加成熟 很多人认为导弹应该是相当智能化的武器 可是实际上 AIM-9B并没有什么CPU等高科技设备 完全就是一款纯电子电路驱动的炮弹 最核心的部分就是那块红外透镜而已 红外透镜可以把红外线信号成像 并投射到导弹内部的光点传感器阵列上 这些阵列元件受到红外线照射就能产生高低不同的电压 通过电压驱动导弹的舵机旋转方向舵 导弹就会向红外线信号最强的方向飞行 这就是响尾蛇B型锁定目标的基本原理 可以说简单又实用 不过正是因为导弹不智能 所以在飞行过程中就特别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 比如太阳 AIM-9B的引导头会把太阳作为最强的红外线目标 结果大家可想而知 它肯定没有后翼厉害 于是战场上的敌方战机经常会朝着太阳飞一段时间 然后突然来一个大洋角 以此来躲避AIM-9B的打击 这种战术被敌人运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也是响尾蛇导弹掉落次数最多的 至于它为什么会掉下来 大家可以发动脑筋猜一猜 当然了 这样的问题美军肯定不会置之不理 AIM-9C型号的诞生 解决了导弹不知道攻击哪个目标的问题 这一型号的响尾蛇 可以由飞行员帮助导弹做出决定 不过这个看似很合理的想法呢 实际上是让响尾蛇家族走了一个大弯路 AIM-9C是一枚尖头 且没有红外引导头的响尾蛇导弹 该弹大部分采用AIM-9B的部件 依靠在机提供的雷达波为引导 可以理解为预波飞行 这一设计呢 虽然阻止了导弹无端飞向太阳 但是也使响尾蛇又回到了当时麻雀导弹的老路上 在机导弹目标必须时刻保持三点一线 导弹才有可能击中目标 在麻雀导弹那期节目中 我们曾经说过 仅仅保持住三点一线 对于飞行员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个时候再帮助导弹锁定敌机 就会让飞行员和战机随时处于被动局面 就因为这个AIM-9C的研发最终惨淡收场 好在整个研发过程也有意外的收获 美军发现尖头的导弹飞行师的阻力 确实比AIM-9B要小得多 所以后期的响尾蛇导弹 全部都采用了尖头设计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改进点 之前导弹裸露的红外线透镜 是这样存放和装载的 起飞前要把导弹前面的保护套卸下来 这无形中增加了出行响应时间 AIM-9D就把透镜进行了改进 换成了以孵化美为主要的红外线高透材料 比玻璃坚固的同时 导弹可视角也增大至40度 尝到孵化美透镜的好处后 美军又优化了透镜的形状 可视角度增大至56度 改进后的导弹叫AIM-9E 该弹几乎可以击中飞行员视线范围内的所有目标 同时AIM-9E采用低烟发动机 尾焰小了很多 变得更加不容易被察觉 接下来就是AIM-9F 采用了早期的电视制导 但F型号受制于当年的计算机技术并没有搞出来 真正继承响尾蛇导弹的是AIM-9G AIM-9G的引导头被放在一个移动的支架上 该支架可以做出小角度偏转 这样一来 导弹就拥有了更大的搜索视角 在飞行的前段时间 导弹依靠飞机雷达进行引导 在接近目标时 利用红外线传感器捕捉目标 从G型开始 响尾蛇导弹真正具备了超视距攻击能力 很快 G型响尾蛇再次被替代 主要原因是 G型响尾蛇导弹 包括之前型号的电子电路元件 都是大量的玻璃电子管组成 也就是这玩意儿 真空玻璃电子管非常脆弱 很容易引发导弹故障 所以在G型基础上 由晶体管替换玻璃管的H型 由此诞生 从1952年响尾蛇导弹首次打靶 到1966年推出H型号 14年间 响尾蛇导弹的内部都是电子管 这谁能想到呀 从这点来看 苏联米格25都是电子管的事 好像也不是那么搞笑了 大家都一样嘛 AIM-9H之后是AIM-9L 在AIM-9H基础上 AIM-9L引导的流化地 改成了地化音 地化音是一种对红外线极为敏感的材料 不仅能锁定飞机发动机散发出来的热量 还能探测到飞机和空气摩擦所产生的热能 与此同时 导弹前翼变为了双三角翼的造型 提高了导弹的速度和机动性 这一设计 一改相伪射导弹 只能从尾部攻击目标的特征 无论目标的侧面还是正面 都纳入了AIM-9L的打击范围 不久后 AIM-9L引导头被替换为WGU-41B标准舰 换成了更新型号的火箭发动机 由此衍生出了AIM-9M AIM-9M一共生产了26000多枚 是目前美军最多的相伪射导弹 单价也由原来的7000美金上升为13200美金 M型之后又是R型 R型响尾蛇修改了M型的导引头 以一个256x256像素的CCD阵列 取代了之前的模拟信号探测器 安装了弹内计算机系统 R型响尾蛇通过图像 能识别出目标是一架飞机还是太阳 战斗机躲避导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这一说法主要形容的就是响尾蛇R 以及后续信号 再后来 9R渐渐发展成了现在的AIM-9X 9X沿用了9R的引导头 换装了火箭发动机 使用燃气垛进行辅助转向 射程从11公里提升至26公里 于2003年11月正式服役 AIM-9X采用红外线焦平面阵列技术 搭载新设计的红外线影像 寻标与导引系统 进一步缩小了弹体 弹翼与控制面 在射击前 导引界面会整合到头盔瞄准器 与联合战术头盔系统 具备可离轴发射攻击能力 增加了飞行员在空战瞄准时的 可锁定空域 经过试射评估 以及超3500小时的飞行测试后 2004年 美国海军与海军陆战队 开始在FA-18C上配备AIM-9X 2005年第一季度 雷声公司宣布 未来20年内 AIM-9X的总产量将会达到1万枚 一经推出 AIM-9X很快受到多个国家的青睐 2006年4月 AIM-9X实弹开始外销 输出国家有波兰 丹麦 韩国与瑞典 加拿大 土耳其 芬兰 以及阿拉伯地区 2008年9月 9X又改进了寻标器和引信 发射后 以资料链来锁定目标 具备发射后锁定目标的功能 以上改进是 响尾射导弹 容生第四代制导导弹行列 取名AIM-9XBROCK-2 2019年8月29日 美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 宣布与雷神公司达成新协议 进一步向中距空空导弹靠近 将保持进程格斗弹的高机动性能 新导弹命名为AIM-9XBROCK-2 该弹采用隐身外形设计 并覆盖隐身涂料 有助于抵消外挂时带来的雷达截面增量 维护挂载战机的整体隐身性 为战机提供了更高的生存能力 如果普京说的是真的 俄军真的缴获了响尾射导弹 那么大概率就是这一款了 在AIM-9XBROCK-2之后 雷神公司着手将响尾射再次增成60% 同时更换新型弹头与引信 以增加导弹在地面的储存时长 降低飞行时意外发生的几率 该计划被命名为AIM-9XBROCK-3 但是美国海军取消了BROCK-3开发计划 响尾射导弹的最新型号 最终停留在了AIM-9XBROCK-2加 以上就是响尾射导弹的前世今生 从AIM-9A的诞生至今 响尾射一共生产超4万枚 击落机伤战机471甲 这一战机足以证明响尾射 在空中的霸主地位 曾有人说 螺旋桨战机的机炮糊殴才是空中的浪漫 如今的喷气式时代 按动按钮就能够击落敌机 缺少了格斗精神 更缺少了骑士对决的紧张刺激 要我说 近身格斗的暴力美学 终究会演变为绚丽绽放之后 潇洒离去的从容 明明可以杀人与无形 为什么要跟敌人拼拳头呢 2023年6月 加拿大向乌克兰捐赠43枚AIM-9导弹 首个原无空空导弹的北约国家 这一殊荣被加拿大收入囊中 众所周知 乌克兰没有足够的防空部队保持天空畅通 物兵和装甲部队很容易受到俄军空中武器的攻击 一个被围困的国家 极其依赖空中火力来阻止对方的远程导弹 无人机和飞机的侵扰 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会不断的请求北约 加强自己的防空系统 虽然截至目前 乌克兰还没有收到北约战机 但是对空中热源极其敏感的响尾蛇导弹 已经率先抵达了战场 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最新型号的响尾蛇很强 被他锁定的敌机只能跳伞保命 不过也有一个坏消息 不出意外的话 后苏联人对响尾蛇导弹的解剖 这会儿应该已经完成了 最终他们会得到什么美军的黑科技 目前还不得而知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俄军自行研制的新式武器 应该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 到时候让我们一起边哭边跑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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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